的Electron进来啊 去Achieve Stable Electron Arrangement 那实在 那天我们剩下这一个 一小个part的group 17 so 今天我们要赶完这一课啊 ok so 下一堂课我们要啊开始新的 如果可以的话 那来我们看一下啊group 17呢 我们从foring ok 去到下面的 ok 然后呢当你going ok 当你going down the group的时候呢 请听 那只要你是同样的一个group 老师就讲过呢 你们的chemical那个characteristic chemical property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你的chemical property是一样的呢 是因为你们的valence electron一样 所以这个是他的key word来帮助你们回答 如果在ABC也好 短的structure也好 为什么同一个group 他们有同样的chemical property 因为他们有同样的valence electron ok 这个要会啊 ok 这样呢当然呢当你going down the group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physical property呢 是会有改变的 ok so 他的physical property会慢慢gradually改变啊 因为你越来越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呢你的size啊 越来越大力吗 因为你本来是2000 electron shower 然后呢下到去下一个呢就是三圈 四圈 五圈这样越来越大力 有没有看到 so 来我们study一下他的那个physical property 我们从最高的那个phlorine 和最瘦的那个aestadine phlorine 它是已经 它是气体来的 还记得老师之前有跟我们讲过吗 phlorine,promine,phlorine ok 这些这样的东西 然后 Iodine和aestadine 你要顺着持续背下来啊 so 首先的phlorine呢 是gas来的 接下去两个呢 就会是liquid 然后到到后面的呢 它就会是solid啊 ok 所以有没有看到呢 它的那个state of matter ok 越来越大 ok 它的里面的那个atom 排得越来越密了 所以呢它变成是solid了 颜色也是呢 越来越浅到越来越深 然后density 当然了密度 你越后面的 ok 你越怕size 当然你的密度呢 也是 当然是越高 然后接下去呢 那一个melting point 还有boiling point 当然越后面越大size 因为尤其是 这一种是属于non-matter 小朋友 如果是non-matter的那一个 就是 非金属的 还记得老师有跟你们讲过吗 group 1 group 2 和group 13 他们里面的成员呢 都是金属的 但是来到后面的时候呢 group 16 17 17 18 后面的group呢 都是非金属的 ok 这样通常 for 非金属的 你的size 越大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股拉力 我们叫做vanderwals ok 这股拉力 那当你的size 越大的时候 这股vanderwals的 这一个拉力呢 就会越强 所以当他们之间呢 atom和atom 之间的拉力 越强的话 你是不是需要到越多的热能去overcome他们之间的拉力 so 那个atom和atom之间拉到静静嘛 so你要那个热能去overcome他们之间的拉力 割断他们的拉力 它才可以atom和atom移的比较远 so atom和atom之间比较远的话就叫做liquid 对不对 so 就你的atom 和atom要变成 比较远 变成liquid 我们就叫做melting point ok so是不是需要 比较高的热能 来去overcome很强的拉力 你需要越高的那人 so你的melting point和burning point 就越高了 ok so来我们再来看啊 那老师就讲过 既然他们是group 17 是非金属 当然肯定他们就不会是传电的 明白吗 只是还记得老师讲过吗 experiment 你们这么每次就是 给我们做 ok Promine Chorine Iodine 这些三样东西 从来没有给我们做Foreine 因为 Foreine 最小 ok 他最外面的那一个 Electron 烧 他最接近 positive charge the protein positive charge the nuclear so他最容易 拿进 他欠的那一粒 Electron 老师就讲过 什么叫做chemical reaction 就是你拿进 你欠的 Electron 变满 或者你排掉 Electron 你变成里面 下一层是你最外面那层了 变满了 变成stable了 这一些东西 ok 给这两个 就是 Electron 那一个就是 chemical reaction 来了 So 这个Foreine Cho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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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proton 最接近 外面那一群人 So 他的proton 的吸引力 就越强 他proton 是positive吗 就是 他的positive charge 的吸引力 就越强 就很容易 negative charge 的Electron 被他吸进来 So 他就可以achieve Electron arrangement 拿来个stable Electron arrangement 所以他就会很容易 发生化学作用 所以有没有看到 他发生化学作用 是很快 甚至还会有一些 小小的爆炸 ok ok so呢 小朋友来看啊 来到这个 Estudy 的话呢 他的这一个 reaction 他就会是很慢 ok ok 来 所以因为很慢 你的化验室里面 也不会 给你们 做那个实验要很久的时间 so 特别的注意一下 ok so为什么很慢 因为他的reactivity 很差 懂吗 ok 来 我们看一下 那在这里 我们go through一下 他讲 tennisin 这个我们已经go through了 对吗 but go through一下 因为老师有很多班 可能忘记 like tennisin 是最近被科学家 发现到的一个 halogen gas ok 这样你知道的话 他就问你什么是halogen so你就讲 考试 记得要会这样来回答 halogen就是group 17 里面的成员 ok 这样好 现在要问你呢 就是 perapa perapa 个比较 electron dalam petala how many electron are in the outermost 小朋友 其实他问你 最外面那一群的 electron 的数量 其实这个 换句话 他就是问你什么呢 他就是问你 valence electron ok valence electron 那就是最外面那一个 最外面那一群的 electron 你既然 你被group为group 17 代表说你 最外面就会有 7粒 electron so 就是这样来回答而已 明白吗 然后呢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 S30 已经是固体的 所以他就问你了 这样请问是什么颜色 然后呢 他的physical state 小朋友 你要很清楚知道吗 有小孩子呢 他考生 他不会这些 化学字眼啊 什么叫做state of matter 什么叫做physical state 可爱答案physics 可爱答案 还有什么呀 可爱答案physics 然后还有可爱答案girim state of matter physical state 每当问你们 这两个字眼啊 或者是physical state state of matter 就是他要你的 答案就是 either是solid pubble jar 然后呢 liquid chary 还有呢 就是gas 气体 明白吗 所以就是来来去去 是这样罢了 所以不要空在那边 原来 原来就是问 这样简单 然后呢 有没有看到老师 讲过我们 going down的group的时候 他的颜色呢 就会是越来越深 这样为什么 这一边呢 会是黑色的呢 来我们看 上面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来到estudin了啊 已经是黑色了 而这一个呢 他跟你讲呢 tenicin啊 oh my goodness 等啊 给我adjust一下 ok 然后呢 他跟你讲呢 tenicin呢 是最近被发现到的呢 ok 这样就是说 他比estudin还要低咯 so他还要低的话呢 他更加黑哦 ok 黑已经很黑咯啦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black solid 就好了 so来接下去 有没有看到 来到这一里呢 他问你哦 ok 请等一下 那他跟你讲 ok 我的chlorine gas 这个是第二题了啊 没有related的了 来接下去 那如果你有背好他的话呢 有没有察觉 老师为什么呢 每一堂课 我交一个group 交一个group呢 我expect你们是每一个group呢 你们都会去背好他 ok 啊 啊 诶 凯元 可以讲 凯元或者是讲过的话 你等一下听回那个video 老师record了 那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老师你要怎样知道 他是perperger chlorine还是guest 对不对 那凯元来看啊 当我们going down的group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 我们有背过那几个东西 我们知道 Foreign是气体 然后呢 Foreign chlorine Promine 我有没有在乎我的课室啊 有啊 那来 那还记得吗 啊 之前我们有背过 ok Foreign chlorine Promine Iodine Asterine 这些一定要背的 ok 这一刻 小朋友如果你没有背 你去考试的话 你不用想 可以拿到好的成绩啊 这一刻全部就是背 你要背好的physical property 你要背好的chemical property so来 我们也有背到说 Foreign Foreign Promine Iodine Asterine ok 那当他going down the group的时候 他的state of matter 就是从gas 变成liquid ok 然后呢 变成solid ok 那么 这一个啊 他跟你讲 刚才上面来一个 Tenicine 科学家新发现的 这样肯定科学家新发现的呢 就是放在这里了 因为之前的每一个period 已经给我们填满了 所以他新发现的肯定是 大过Asterine了 既然一样东西 大过Asterine 就是他在那个group的下面了 这样他肯定呢 一定是solid的呀 可以吗 the rest的话呢 你问老师 老师我们怎样知道 他们是这些呢 the rest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背的 ok 那个Penicine呢 就是我们predict的 这样啊 那小朋友来到这边 你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没有背 你就不行了 有没有看到 他叫你写出 chemical equation for chlorine和水 so还记得老师 有教过你们怎样来写吗 我已经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了 其他的 ok我相信你们的 学校老师是不是叫你们 你背就可以了 你背就可以了 so小朋友 我已经教你们的简单的方法了 你还没有去跟他背起来的话 你们真的是就 神仙也救不了了 还记得老师教你们简单的方法是怎样吗 一个配一个 然后一个配一个 so你就第一个是HCl 第二个是HOCl 然后你再来去balance你的equation 刚好两边 ok 我的corine也一样多 两个 两个 然后我的hydrogen也一样多 ok 两个 然后我的oxygen也一样多 其实呢 这一个呢 ok 他已经是一个balance小的electron 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样来写给他 我们就拿到满分了 还有第二点我要提醒你们 他只是叫我们写chemical equation 我希望你们不要多次去跟他写出他的state of matter sorry啊 Cory是guess啊 ok 你不要跟他写出他的state of matter出来 ok 因为如果你写出他的state of matter出来 你写错 你就白白被扣分 ok so我们通常我们的syllabus 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Diane我们不可以这样来写的 等一下 等一下给老师写 我们不可以clh的 我们只可以hcl 为什么 来老师讲解给你们听 那 在之前的第三课 还记得老师有教你们背 cat ion和nion吗 cat ion是positive ion nion是negative ion 我们永远要先写 positiv的ion 才来写negative的ion 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来连在一起 可以吗 所以为什么老师讲 不可以写这样 因为你照片全世界 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出现 没有人先写negative的先 ok 所以你们记得去看回那个video老师伸给你们的 ok 当这是复习啊 那接下去他叫你写出这个acid的名字 所以你有背你就会咯 so这个是hyperchloric acid 这个是hyperchloric acid so你看到吗 你有背起来你就写得出 so来这一边啊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 chloric acid 有一天呢 他不是用chloric 他是用chloramine ok chloramine的话就是 那个水直接尝下去了 因为chloramine是没有在气体的状况了 这样呢 你的那个chemical equation也是一样的嘛 你看到吗 我们就是跟他测散他 OH和OH 然后BR和BR 然后这样逗起来 再逗起来 ok 这样你也要知道那个名字怎样讲 ok 那原本的这种名字 我们叫做pramine sorry 给我写一下别的颜色啊 pramine pramine 不要踢我出去嘞 看了internet unstable pramine ok 国语来 pramine 有没有看到 你是cro的也是 ine的 in的 so同样的当你变成acid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他 啊 只是那一个老师highlight的东西改为pro罢了 so这一个就叫做什么呢 你们看国语的这一边啊 ok 国语的是acid hydro hydro pro就改为pramine pramine 有没有看到结尾是ik的 英文也是 hydro pramine acid acid 这个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看到他的字全部一模一样了 就是他的这一边不一样罢了的 so ok 我们改咯 如果你是用pramine的话 有没有看到 pro吗 pro吗 ok 你就改 他会变成 看这里啊 acid hypo 改为pro pro 后面有没有看到 ous so你就加了ous acid hypopromous acid acid hypopromous ok 英文也是一样啊 我们就叫做 hypo 红色的highlight的 就是这一个他的字来的 ro mous acid 这样 懂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啊 要懂这些名字就是 只要你是同样的 like group ok 你的chemical property是一样的 说了你 你你当你goin到的group的时候呢 他改变的呢 就是那个名字 ok 这些这样罢了 这个名字 改罢了 so你就 follow一模一样啊 前后 然后改成你要的东西 这样 ok so craw 就是corine 你要就叫买那个 craw 就是corine so你改为 promine的时候呢 就是prom 这样呢 就是变成了 acid ok hydro promic acid hypopromox 这样你就已经会写出他的名字了 ok 来 接下去 我们看一下 然后他讲 what happened to the limous paper ok 那个limous paper呢 会有些什么反应呢 ok 他叫你解释 ok 小朋友 来 你还记得吗 这些是acid来的 acid的话呢 你的十类式子会变成什么颜色 blue limous paper会变成红色 对不对 这个是你的十类式子 还记得老师讲过吗 这一个啊 hyperchlorous acid呢 它其实就是漂白的 ok 它是bleaching energy 来的 它是漂白剂来的 懂吗 so当你将你的limous paper放进去里面了过后 so你的limous paper由蓝色呢 会变成红色 然后很快的呢 它就会变成白色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acid 让它漂成白色 ok 所以这一边你就要解释 ok blue limous paper turn red and finally to white 为什么 因为被漂成白色了 ok 它里面的bleaching agent bleached来一个 color of limous paper so bleaching agent的国语呢 就是agent berlentor ok 不是啊 klor klor ok 是klor 这一边刚才老师 highlight的这一个 floor ok 它的名字就要换 so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是 floorin ok floorin 有没有看到 你们去看回去啊 去找你们的periodic table ok klorine 有没有看到大家呢 是有ine的 然后呢 iodine 大家有ine的 代表说呢 他们不一样在哪里 小朋友很明显的 不一样在 前面这一里 来我画现给你们看 不一样在前面这一里 有看到吗 所以你换的时候呢 你换的时候呢 你就将老师highlight的 这个klor 英文啊 老师这边 chlor 有r 加买r 可以换成 别的咯 ok 比方说老师 现在用的是 prome 所以我就换成 嗨 有没有看到前后呢 没有highlight的 我是一模一样了 只是来到prome 的时候老师发现的 那个 你就改为prome 然后后面的又 照抄会一样 ok 这样 你就可以写出 他的名字出来啊 so这个也是一样啊 你看啊 老师就是前面的照抄 然后呢 有没有看到 不一样的地方 ok 他们的名字 不一样了 然后接下去 后面的又一样了 你就写出 他的名字出来啊 包括iodine也是一样哦 你看如果我要用iodine 我示范了一次英文 我示范一次国语啊 so国语呢 他就也是一样的啊 小朋友是一定要KLOR的 你看到吗 怎样知道是KLOR在这里吗 so来 老师写一下 florine 这个是国语啊 ok florine prome 然后iodine ok我不要用到aesthetine 因为没有人用aesthetine来做 experiment的 ok so来 有没有看到 来到这一里 不一 你要要看 找出他们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先 ok 有没有看到这个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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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代表说前面的这一边呢 就是 他们的成员的名字来的 so会咬的话要跟老师讲啊 不然呢 赶不及 哦 不要紧 不然赶不及考试就没办法了 小朋友 ok 要快快跟老师讲啊 来看这里 有没有看到呢 你换的名字 他变成 acid hydrochloride 那但是如果你不用acid hydrochloride 你用iodine ok 你用iodine 它的名字就跟着咯 acid 然后这边造草 hydro 然后iodine是用什么 啊 用这个字眼吗 iod 加油 它过后 你又再抄回后面的啦 啊 啊 Iodic Acid Iodic 来这个也是一样吗 ok 我们就用 acid hypo 然后来跟呢 cron你就要改为 Iodic 然后接下去 Iodic 这样你就可以 无论它 整个同样一个group 还用什么成员 你都可以讲出 它的名字出来 ok 因为他们有同样的 那个后面的那个名字 这个我们可以删除掉 换成 ok 这些 啊 你有没有看到它不一样的是 它的prefig罢了 所以你就拿它的prefig 动下去 replace下去 就可以了 ok so来 小朋友 我们再continue啊 ok so 啊 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看的是 period tree 什么叫做period tree呢 就是我们打痕 这样看着过去你的period table 所以总共呢 是会有八个element在你的period tree里面 so呢 那有没有看到呢 大家都为什么放在period tree 因为他们都 大家都有三个electron cell 有没有看到 只是他们是在不同的group OK 所以有没有看到当你这样打痕走过去的时候呢 它的number of proton越来越增加 但是有一样东西呢 老师要跟你们讲 当你这样打痕走着去的时候啊 它的size是越来越小的 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小吗 你看啊 大家都是两圈 我已经不能够画到太小了 这个这么有三圈的 OK 越往后画的话 我就直接让它跳过来啊 可以吗 哎呀 这个太小了吧 OK so 它会越来越小size 知道为什么会越来越小size吗 大家都是只有两圈 但是这边 它的nucleus有多少个positive在里面 11个positive在里面 但是来到这一边 它的nucleus有多少个positive在里面 18个positive 老师想问你 谁的charge比较大一点 11个positive还是18个positive 当然是18个positive呢 比较大的positive嘛 对不对 当你的positive的charge越大的话 它是不是越有能力 将四周围的negative charge的electron 拉接近它 所以为什么当我们 going across the period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atomic size啊 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因为你的nucleus正中心 它的positive charge越来越大了 OK so它外面的electron呢 就怎样呢 就会被很高的positive charge 拉得越来越接近它 所以呢 当然它就会越来越小size了 但是它还是两全 OK 有吗 OK 知道这个东西啊 来我们再来 往下去看 so 第一个我们 when go across the period的时候 from left to right OK OK 有些什么分别 来 Darikiri Kakarnan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 Number proton 一路一路增加 这一个一个一个过去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接下去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所有的atom sorry啊 它是period 3啊 所以呢 所有的atom呢 都会有三圈 OK 三个electron OK 然后呢 来 有没有看到 往后走去的时候 去到group 18的时候呢 它的第三个electron 效就会被填满了 为什么 因为呢 group 18 叫做noble gas 还记得吗 noble gas so group 18呢 是它们不会有chemical reaction 为什么它们不会有chemical reaction 因为它最外面来圈已经满了 它不需要拿人家的electron进来 它也不需要排除它的electron出去 electron没有改变 就不会有chemical reaction 可以啊 那来 来到这边 你们要背起来的 小朋友这个要背起来的 so老师能够帮到你们的 就是跟你们讲 OK group 1 2 and 30 1 2 3 OK 它们呢 是属于 matter 金属 后面的15 16 17 OK 我后面的我讲sorry 16 17 18 它们是属于非金属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个是半金属的 OK 它会在中间 所以你要背起来 so第一个啊 sodium magnisium aluminium silicon 来到phosphorus 对不对 然后corine 还有argon so在这一里呢 有没有看到 首先的三个 sorry 首先的这一边 它跟你讲 它们是logan 但是 注意啊 silicon呢 是metalloid 所以如果他跟你讲silicon是metalloid的话呢 就是说silicon是半金属 来轮到corine和algon呢 它就是非金属啊 这些要背的 没有theory可以给你算的出来的啊 刚才老师就跟你讲了啦 when go across the period的时候 然后 OK 有没有看到呢 你的那一个啊 number proton proton number增加呀 OK so你的nucleus里面的positive charge就越来越强 所以你的nucleus对electron 对那个 那些electron OK 的那个吸引力就跟着强呀 所以它就可以讲electron拉接近nucleus so当它讲electron拉接近nucleus的时候 它的atomicsize就会变小 OK so 好诗 讲到size呢 有两个字眼是讲到它的size的 一个呢 就是atomicsize OK 国语呢 叫做sizeatom 一个呢 叫做atomicradius 一样的 都是讲到size 你的半直径越大 当然你的size也越大嘛 对吧 国语呢 就叫做jejari atom OK so当你go across的时候啊 它们是 大力到慢慢变小力的啊 OK OK 因为中心的那个positive charge的neutron OK positive charge的nucleus 越来越强了 它就可以讲四周围 OK 那三圈里面的electron拉接近它 所以当然是小size的 来 当我们go across的话啊 这边也是没有的啊 怎样可以看得出呢 这边全部都是要背的啊 老师在讲这个是period tree 那period tree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打痕的 它不是group了啊 OK 所以在period tree的我是这样打痕看着过去 可以吗 所以当我这样打痕看着过去的时候 来 这一边 有没有看到 它这边是group one 这一个打痕吗 我们periodic table这样打痕看过去的时候 这个是group one 这个是group two的 group thirteen fourteen fifteen sixteen seventeen 和group eighteen的 一个period呢 就有group one 到到eighteen做成的 OK 可以吗 所以里面有八个成员 在period tree里面 OK 所以现在我们打痕讲着过去 所以你会看到呢 从金属 变成半金属 然后呢 变成非金属 这样 OK 走来 接下去啊 我们再来移下去 啊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啊 当你这样打痕 过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呢 OK 前面的啊 OK sodium magnisium aluminium silicon phosphorus sulfur 它们是固体来的 然后呢 chorin呢 它是气体 然后它是属于什么气体呢 diatomic gas 因为呢 group seventeen嘛 所有的group seventeen 都是diatomic gas的 和argon 它也是气体 然后呢 它是monoatomic gas的 因为noble gas group eighteen 里面的成员 全部都是monoatomic的 OK 所以如果你之前 老师教group one的时候 你备好 老师教group eighteen的时候 你备好 老师教group seventeen的时候 你备好 你来到这边 你就不会乱 所以为什么老师分开脚 就是这样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一边 传电的能力 当然老师讲过 前面这三个group 都是金属 金属 当然传电 就是很好的咯 所以如果考试问你 为什么他们传电很好 因为他们是金属 然后silicon OK silicon 它也能够传电 但是它没有传电这么好 这样呢 如果问你为什么 silicon传电 这么中等中等的呢 因为它是半金属 metalloid OK 所以呢 它传电当然没有金属来的好 后面剩下的那四个 有没有看到 phosphorus sulfur chlorine 和argon 这四个呢 它们的传电呢 都不好 因为它们不会传电 为什么 因为它们非金属 OK 所以要背起来啊 那小朋友 我就不 我就有一种 那个short cut 可以帮助你们 容易记得了啦 只要你背成 大痕的成员 每一个被 被挽咬啊 OK sodium magnesium aluminium 这个呢 就是silicon 是半金属的 剩下的全部都是 非金属的 那记得啊 每次我们这样打横 看过去我们的 period table的时候 从group one 看到去group eighteen的时候啊 当然老师没有包括 那个transition element啊 就是group三到十二的 这个拿出来啊 OK 所以从group one 看到去group eighteen的时候 它一定是这样的 always start with matter 去到non-matter的 老师之前也有 在前面的课 有讲过了 请记得复习 那为什么要录 就是要你们一直去看 不要问回同样的东西 那还记得老师讲过吗 凡是你会变成 positive的 Ion positive的 凡是你会变成 Ion positive的 它们都是金属来的 凡是你会变成 Ion negative的 OK 它们都是非金属来的 懂吗 OK 只是呢 你要知道从金属 去到非金属 有一两个成员 它是半金属的 所以你就要找出来是谁 所以你period three 你就过了三 一二三 你就找到了半金属 是排在第四个 这样来记啦 OK so来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 那 当你go across period three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老师不再讲 going down 的group 因为你看period table的时候 你是从上看到下 你看period的话 是从左看到右 所以当你go across period three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它有些什么 chemical property的改变 so来第一个呢 我们的材料全部呢 是这一些 这些成员已经是变成了 oxide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成员 sodium 它变成sodium oxida sodium oxide 有了 magnesium变成magnesium oxida aluminium 变成aluminium oxida 全部变成oxida 直到sulfur dioxida so我们go across 这一个period的时候 来我们去看 到底它会发生什么 化学作用啊 有些什么改变啊 肯定它们的改变 是不一样的啊 ok 它们的化学作用 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们不同group嘛 so你会察觉到哦 ok 你的predict就是 从左去到右 你这样打横去的时候 你会察觉到呢 它们一定是从碱性 慢慢变成acidic酸性 还记得之前老师 也有讲过嘛 不单止你前面的group 会变成ion positive 然后呢 因为它变成ion positive 是因为matter 金属 当它变成ion的时候 它会是ion positive 然后还有呢 当它变成ion positive的话呢 它是属于best 或者是basic basic的意思就是 碱性 alkaline 那你一定会问老师 老师 best和alkaline 什么分别 两个都是碱性 懂吗 当然 当你将 固体的碱性 融在水 变成液体 那么那个液体 我们就叫做alkaline ok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所有的种碱性 不论你是固体 液体 只要你是碱性 我们就叫做best ok 但是如果是你叫alkaline 的话你就要make sure 它是在液体的状况 它是碱性啊 那还记得老师 有没有讲过 如果是变成ion negative的话 它就会是非金属的 non matter 不干 logan 所以如果它是不干 logan的话呢 它一定是acidic的 ok 它一定是酸性的 acid ok so刚才老师就有跟你们讲过 你从前面去到后面 它是从金属 变成semi-logan ok 半金属 metalloid ok 然后倒到非金属 所以我们也可以predict到 它一定是从前面的 就是best basic 碱性 去到后面是酸性 ok so 看一下是不是啊 来我们进行实验 看一下 ok 第一个 你的固定性变数 for这个实验呢 ok 就是 你所用的那个水 ok 一定要固定 那个体积 然后呢 你的反应呢 就是 你要去看 到底你的那些 金属的oxid ok 那个oxid的property 有些什么改变 然后你的超动性变数呢 就是 那个pirit 推里面的 那个不同种类的 oxid ok sodium oxide magnium oxide aluminium oxide 这些不同的 你每一个拿来试 看一下他们有些什么 分别 那这个实验是怎样做的啊 来看啊 我将是 10ml的水 ok 参 每一个成员啊 有没有看到我们做实验 拿这几个来做啊 ok 参这些成员下去 搅拌均匀 然后呢 我们就test他的pH so 那 既然你讲嘛 他是金属 yes 聪明的孩子 alkaline 一定是水来的 老师 best 不管他是 对 搬类啊 这孩子啊 best呢 就是不管他是 固体 液体 气体 只要他是减性 我们都讲他是best 但是alkaline 我们就是只是 限制于 他一定要是在 液体的状况 ok 所以小朋友 有没有看到 我们就拿这些 粉啊 ok 然后呢 参水啦 看他会不会 溶在水里面 然后溶在水里面了 过后呢 我们去test他的pH 如果我们的眼里 对的话 我们就可以predict的到说 哦 前面这三个 是金属来的 ok 这样的金属 他是减性的 后面的这些呢 是非金属呢 他一定是酸性的 后来我们就去看一下 是不是啊 首先有没有看到 sodium oxide呢 很融在水里面的 magnium oxide呢 就开始融一点点 然后aluminium oxide 是完全不融的 然后呢 又倒回 sulfur oxide呢 又会融回在水里面 然后接下去 我们就test他的pH 有看到吗 sodium oxide group one 哇 极够减性啊 有没有看到 小朋友你们会看pH的吗 我忘记跟你们讲一下啊 pH呢 cheat呢 是中性啊 小过cheat的呢 来到0的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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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1的也可以 ok 1啦 so如果是来到1的啊 ok 1的是最最最酸性的 他是最强的酸性 但是减性刚好相反啊 减性呢 是从7开始开始 因为7是neutral嘛 890 1011 12 13 13 到到14 14是最简性的 如果考试问你呢 谁比较简性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啊 14啊 这个是最简性的 简我不会写哦 ok 你们就啊 记录下来啊 最简 简性的 ok 最简性的啊 ok 来 有没有看到这sulfur 已经很酸了啊 如果我们用chlorine的话 哇 它更加酸性啊 chlorine的话 你们还记得没有 chlorine一参水变成什么啊 hydrochloride acid啊 hydrochloride acid呢 它的pH呢 是1来的 是最酸性的 so 有没有看到 来 那 从 左去到右 它是减性 减性 倒到来 中心 然后呢 就开始酸性 酸性 酸性 ok 就是这样 那 我想问啊 请问哦 刚才我们 半金属是谁啊 还记得谁是 semi-logan吗 semi-metal metaloid silicon silicon在谁的后面呢 silicon在 aluminium的后面 本来应该要是 它是哦 中性的嘛 对不对 但是它 诶 又不是中性 又不是中性哦 它是会是 酸性的啊 可以反而是 在它前一个来的 金属啊 aluminium呢 它是中性 所以这些东西啊 小朋友要特别 注意这个东西 你如果没有 备好的话 你一定会自然而然的 你只 你记得哦 它是metaloid 哦 半金属 这样它一定是中性的呀 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 经过实验 反而是 这个aluminium啊 ok 它虽然是金属 但是很好啊 想您 good 然后虽然它是金属 aluminium 但是 它 它 却是中性的 如果 它的oxid 融在水里面 所以 有没有察觉到 这一刻你没有杯 你就过不了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去下面的啊 ok so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啊 那你的那个 sodium oxide和 magnium oxide 国语叫做呢 natrium oxide 我很鼓励呢 读国语书的小孩子们啊 你们如果有时间哦 也去熟悉一下 那个英文的那个名字啊 不然老师有一点担心你们 以后你们further study 去到你的 tertually education level的时候啊 没有一间大学啊 还是用 马来文来教的 而这些sodium oxide 国语啊 有时它改到 完全那个名字 好像not related的 完全那个音都不一样了 你们要get used to 一些这种英文音啊 不然的话 你们上到去 大学的时候呢 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啊 那首先的两个呢 那首先的力量 在你的period里面的 首先两个成员的oxide 当它融在水里面的时候呢 它是变成碱性的 ok 因为它的pH大过去 可以吗 然后呢 你也会察觉了 ok 它的那个metaoxide呢 它们融在水里面的能力 却是不一样了 你们还记得吗 sodium oxide ok 很融在水里面 到到magnidium oxide呢 融在水里面 到到aluminium oxide 你们还记得没有 它完全不融在水里面的 所以呢 也可以代表说呢 诶 它们呢 虽然大家都是金属 它们变成oxide的时候呢 它们有些是能够融在水里面 有些是不能够的 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 谁 哇 融得很好 谁融一些些 谁一点也不融 ok 然后呢 特别注意啊 至于sulfur dioxide呢 ok 它是非金属来的吗 ok 当它融在水里面过后呢 它就会变成acid 这样为什么会变成acid 因为我们去测试过后 它的pH是小过去的 so这些是你观察到的东西 然后 接下去我们又再进行第二个实验 那第二个实验呢 就是我们这时候 拿着两种液体 来去跟你的这个period 推里面的那个element oxide 来进行实验 为什么老师一直讲 element oxide 或者是oxide of element oxida 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跟sodium进行实验 我们跟sodium oxide进行实验 所以我们就叫做呢 拿它的oxide element oxide来进行实验 ok 当然我们是参水啊 现在呢 我们是实验这个sodium hydroxide sodium hydroxide 还有呢 那个nitric acid 那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要test这样的东西 当然你还记得老师有讲过吗 我们讲那些成员test成 它是碱性的 我突然间有一个头脑 好像是碱性是这样来写是吗 ok 是吗 ok 碱性的 然后它也是 有些是酸性的 然后有些是中性的 pH3嘛 pH7嘛 然后现在我们test这一个是这样啊 nloh 它是碱性的 碱是不是这样写 然后我一直写错 很丢脸的 ok 然后呢 这个hno3 ok 它是nitric acid来的嘛 讲明是nitric acid 小朋友以后你们看到那个h在前面啊 你就自然而然知道这个是acid 以后你看到h在后面啊 你就自然而然你知道它是碱性来的 ok 它是alkaline来的 so这一个呢 就是酸性 那根据我们以前小学有学过 酸性加碱性呢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中性的盐和水 so小朋友如果我是拿碱性和碱性啊 我可以不要写怀疑一下吗 如果我是拿碱性再加碱性 它是没有反应的 如果我是拿酸性再加酸性 它也是没有反应的 因为大家是同种类的 但是如果我是拿碱性再加酸性呢 它就会发生中和作用 neutralization ok process neutralization ok 然后呢 它就会变成盐 再加水 它就会有化学作用了 so刚才我们predict到说 ok sodium oxide 然后 还有水啊 magnisium oxide ok 我们刚才有predict到说 sodium oxide magnisium oxide 它们是水 它们是碱性的 对不对 这样呢 如果我参NaOH的话 这个也是碱性 你就会察觉 没有反应的 但是如果我参Acid的话 来H2 HNO3 你就会看到呢 有反应了啦 然后就会有变成盐出来 你会有看到有粉出来 那个就是盐奶的 和甲 还有水 这样 ok 所以一定要酸的遇到碱的 它们才会有反应啊 ok so来我们看一下 那实验就是如此 进行的 ok 第一个 ok 我们就拿 magnisium oxide ok 每一个都要重复啦 magnisium oxide test with NLH magnisium oxide test with nitric acid 有没有看到 so有没有察觉 如果你原理抓得稳 你知道说 magnisium oxide 它是 碱性的 so你就会察觉到 等一下 它跟这个没有反应 因为这个是碱性的 等一下它会跟这个酸性的acid 会有反应的 ok so来 我们看去下面先啊 ok so你test 你test它们了 然后你重复啊 啊 这几个啦 aluminium magnesium aluminium silicon 因为呢 我们要找出 ok 来第一个 你有没有察觉呢 喂 magnisium oxide 和 NLH 没有反应的 它不会融在里面 也是一样 还是保持在粉的状况 代表它没有发生化学作用 但是当 magnisium oxide 一参在acid的时候 哇 它马上融到完啊 ok 那代表说呢 它有发生化学作用了 ok so这一边也是 aluminium 哎 aluminium oxide 你看 当然你们还记得 aluminium oxide吗 它的pH7 ok 哎 它跟sodium hydroxide 也是会有反应哦 它跟那一个nitric acid 也是会有反应的 怎么啊 又可以跟碱性有反应 跟酸性有反应呢 原来在科学里面啊 有一样东西呢 是它有酸性的特征 它同时也有碱性的特征 啊 so就是它了 你就找到它了 来到silicon的时候 你就会察觉 哎 它跟碱性有反应 但是它跟酸性没有反应 代表silicon 它是酸性的 是啊 natrium oxide 是alkali来的 natrium oxide呢 ok 它是group one的 你们还记得group one的名字 叫做什么吗 它叫做呢 logam alkali logam 为什么叫做alkali logam呢 因为所有group one的成员 他们都是碱性的 ok so很好啊 ok 所以我们再来这边看 ok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sodium oxide呢 还有magnesium oxide ok 这两个啊 ok 他们是属于碱性的 ok 然后呢sulfur oxide呢 它融在水里面 它的皮肥是少过去 它是酸性的 来看这里啊 sodium oxide和magnesium oxide 因为之前我们试试 它是碱性的 所以因为它是碱性的 它就会跟acid发生化学作用 所以它就会融在acid里面 但是它却不融在nao oxide 因为nao oxide是碱性吗 明白吗 哎呦 来 接下去 哎呀 小朋友给老师音一下 来接下去呢 有没有察觉到 A aluminium呢 又跟acid发生化学作用 又跟alkylase发生化学作用 它有酸性也有碱性的特征 我们就称它为这种叫做amforteric了 所以我们做的结论就是 当我打痕整个period3过去的时候 从左去到右的时候 它们的特征是慢慢减性 变成酸性 就是这样了 ok ok so来小朋友 下面的这一个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 特别注意 如果是半金属的话 是silicon啊 老师讲过了 这个要背好好来啊 不要这个也是啊 但是如果我们是根据它的acid 还有base啊 oxide的话 反而是又有酸性的特征 又有碱性的特征呢 那一个是aluminium 懂吗 ok 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 接下去 我们就看 通常我们用semi metaloid来做什么呢 我们拿来做半导体 ok 因为呢 半导体呢 当它很高温的时候呢 哇 它传电是很好的 所以呢 这种半导体呢 全部呢 是用在那种电脑里面啊 电子里面 因为你越用的时候 你的电脑 温度越高嘛 ok 所以呢 这个 5战4.6呢 要去看啊 然后呢 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要赶这个transition了 就会进入下一课了 ok 呃 小朋友 silicon 对 它是acid 虽然它是半金属啊 但是它却是acid啊 反赖啊 就会进入下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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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